大家好,週末愉快 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希望大家繼續收看收看頻道 comment like share,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和利用Superfans Function 贊助課金碧本人,多謝大家 繼續講國際新聞 間諜氣球是否有新的一個 大家都相當有一個大問號 因為最近有個消息由白宮證實 美國軍方在星期五 2月10日在阿拉斯加上空 擊落了一個高空飛行物體 這個高空飛行物體是甚麼呢 還未完全公佈 他說這個物體是對民用飛行安全 構成合理威脅 這是否有一個間諜氣球 有待去說明 這是美國軍方繼上星期 擊落中國的間諜氣球之後 最新發展 自至目前 自由亞洲電台掌握的消息 美國官方並未說明這個飛行物體 來自哪個國家 因為擊落之前 都要搞清楚這件事 還有就算搞清楚這件事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上再公佈 如果這次都是來自中國 又是一個類似氣球的物體 喂 那你這件事 如果不制裁不反制 更得了的 不可以只是說 我們只是和中國激烈競爭 這樣就大了的 所以我說華爾街集團 深層政府全部都是和中國共產黨 有很多很多的密線的聯繫 利益權力的交易 你說東當中毀莫如深 今時今日 我們一定要堅持一種地方 抗拒中國共產黨的一種霸力 而這種霸力的話 如果美國做得不夠好的 是不是應該要說清楚 說明白呢 不是一味說 美國好 美國威嚇 我們只是說 美國如果有些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們更加需要鞭策 和一定要指正 這一點是相當重要 白宮的國安會發言人的John Kirby 就是在國防部的阿拉斯加上空 4萬英尺 上次6萬英尺 Montana州出現的時候 6萬英尺大約1萬8千公尺 現在就4萬英尺 大約1萬2千英尺 大約1萬2千英尺 就是一個半的珠穆浪漫風 聖母風 即是非二時風 追蹤到一個高空運 這個物體就是叫做 對民用非人安全構成合理威脅 美國媒體《Capital Hill》 《國會山》的報導 就是說 John Kirby聲稱 這個物體 在拜登總統的指示下 一個小時之後被擊落 今次指示之後 三天了 而是一個小時了 There is some difference 調入了美國的水域 他還說 美政府仍然收集這個飛行物的訊息 目前不清楚它由哪個國家經驗 是私人還是失業擁有 John Kirby都不願意透露這個物體 而是氣球 而是其他裝置 他只是稱之為一個物體 一個object 因為這是我們目前擁有的最好的描述 我們不了解全部目的 我們沒有任何訊息 可以證實這個物體的既定用途 他補充說 官員們希望能夠收回這些碎片 這個飛行物體的 是被美國的北方司令部 用軍用飛機擊落的 John Kirby說 這個物體在星期四晚上 首次引起美國政府的注意 當時軍方就向總統拜登通報這件事 對於這件事 美國智庫 Hudson Institute 哈德尚研究所 中國項目主任余某春 Miles Yu 說給自由馬爭這件事 美方是因為間諜氣球事件 對中國的反擊 是將會全方位的 全方位的反擊 不單單只是對氣球製造商 和解放軍有關機構做合理制裁 即是已經開始緊的了 剛剛收到訊息都已經說 開始緊這個對氣球製造商和解放軍做合理的制裁 更加會對公然挑釁美國領空主權 和赤裸裸的軍事交替行動進行反擊 他的措施將會遠遠超過單純的商業制裁 而重點就是放在戰略反擊 保衛美國國家主權 這個絕對正確的 很難想像這件事 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而不受美國毅然決然的毀滅性的報復和反擊 所以今時今日 美國政府 它是今次反應化弱了 驚一試 是否完全長一致 就不知道 但肯定它今次搞毀目如深 搞不知道 即是搞一些 不知道他想點的東西 那麼我想 在這件事上面 大家都要放長雙眼再看清楚 有幾件事不清楚 很多件事不清楚 這件事是什麼 激落的地方 肥荒是哪個地方 具體的時間在哪裡 他在哪個時候被發現 然後在哪個時候做決策 決策之後在哪個時候執行 另外就是說 究竟是什麼激落 如果是一萬二千公尺的高空 大概是四萬英尺高空的話 是相當高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 不是普通 你射幾顆子彈 就搞定了 OK 那是否有F-22 又是響尾蛇 AIM-9X 響尾蛇飛彈 地對地空地空 超音速 跟著還要 這個是熱追蹤 這件事就需要 去講清楚了 那我想這件事就是 是否不了了之呢 我想這件事就很害怕這件事 就怕美國政府對這件事 不認真態度處理 那當然還有一個疑團 就是這個 這個當然這個object 是怎樣來的 你不要說什麼 UFO 這個是中國的 的機會極大 那我們要搞清楚這件事 OK 另外路透石隱藥術三位熟悉計劃的消息人士說 預計美國將會在這個禮拜五 即是接下來這個禮拜五 將中國的間諜氣球計劃 有關的中國公司 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單 出口管制黑名單 這個將會禁止供應商 在沒有獲得許可證的情況之下 向這些公司 中國商家公司 都出口美國的商品 希望這個就是拭目以待 是怎樣的 OK 這一點也都相當重要了 希望大家要明白 那麼 中國呢 當然 就是 你會看到 他不得禁平所有事情 他的事館 美國事館也發 拜登的 拜登的 國情之文的文稿 講稿也被屏蔽 另外習近平也承諾 這個柬埔寨的紅心 就是3億的贈款 但是黨媒絕口不提這件事 這件事也相當引起很多事情 我懷疑 那麼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知道 中國共產黨 都草木皆兵的 他啟動了兩會的安保措施 因為兩會的三月舉行 現在呢 就已經是這個 即是二月了 開始捉人了 那麼 在北京 很多很多要上訪的人 例如不同的地方 例如遼寧 吉林 那麼他們每個信訪辦的人 就會找些人 抓所有人回去 逼走 控制一些 這個重點的人群 上海數十名的訪民 日前在北京的火車站 被警方攔截 並且遣返原席 而北京郊區的公安 也都是查找訪民 禁止訪民住宿 控制訪民上訪 也不准當地的人 去給他們住 否則的話 影響到他們的安危 成為了當局 維穩工作的重中之重 那麼 另外呢 我們知道在前幾天 武漢呢 發生大規模的示威 那麼這個示威 他講的都是一些民生的問題 就是關於物價太高等等問題 那麼很多人 但是這樣是沒有用的 我都說了 自從百子抗爭以來 習近平打開了一個潘朵拉盒子 那些人呢 開始活躍了 更加活躍了 做這些抗爭運動 以前已經有 現在更加多 規模更加大 而且呢 議題更加豐富 但是呢 沒有人敢去碰這個政治的問題 沒有人敢去擔憲政的問題 沒有人敢去擔憲政的問題 沒有人敢去擔中國共產黨 一黨專政的問題 也都沒有人敢去批評共產黨 和習近平 白志民很多人已經被人拘捕了 秋後算帳 無日無知 很多人已經身陷名 那習近平會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硬的更硬 OK 這一點是肯定如此的 我們看到就是說 譬如說韓國 你要侮辱我 我都侮辱你 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這個問題 但不要忘記 你那些是病夫 人家那些不是病夫 你怎麼可以同日而語呢 你根本就是 用中國邏輯來思考問題 另外 北京守望教會議都被整肅 傳出警方中斷聚會 拘留有關的教牧師 打壓中教自由的事件 是頻傳的 北京又傳出 基督教會被整肅的事件 星期二 北京公安 傳出以非法集會為由 打斷守望教會聖餐禮拜的聚會 帶走牧師張曉峰 衝去行政拘留10天 而8日晚上 北京守望教會 遭用場地聚餐禮拜時 被海電區公安分局 文化執法大隊 民政局民中橋四個部門 打斷集會 根據維權網的消息 北京官方認定守望教會 違法聚會 並逐一登記聚會教友的身份訊息 其中部分教友還做了筆錄 張曉峰牧師被帶往中關村派出所 9日晚上 張曉峰的太太張暉 收到海電警方的通知 張曉峰被行政拘留10天 那就可以肯定 打壓地下的教會 打壓家庭的教會 是無日無之的 根據所謂的新宗教管理條例 和文政公先前的取締規定 宣佈聚會違法 但守望教會不認同政府的做法 認為政府部門對聚會的衝擊 和對張曉峰牧師的拘留 是對教會的迫迫 肯定這件事相當離譜 守望教會上世紀90年代創立 是北京中溫村一帶活動 擁有上千名信徒 是教具有代表性的家庭教會 基督教家庭教會 天主教地下教會 基督教教會的家庭教會 這個守望教會也被打壓 他多年來多次因為 參與敬拜活動被公安行政拘留 教會前任牧師 金天明當然被政府軟禁7年 2019年守望教會 再次被政府取締 導致多個聚會場所被查封 信徒被帶走調查 教會的用品被扣押 是相當離譜的 另外有一個叫做秋語教會 就是成都秋語教會 在18年12月也被政府查查 牧師被拘捕 事件引發瓦夷 是稱為秋語教會案 我們看到政治迫害 完全是未停過的 秋語教會和守望教會的知名度 比較高才被人知道 其實被打壓的何止 只是秋語教會和守望教會 上山西的教會 也看到很多同學被捕 捕的不得了 用詐騙罪 來成為打壓宗教的 這個新的利器 用詐騙罪 來困定對牧師的犯罪 所以這件事是相當可怕 這件事希望廣傳 不要只是說 我們只是報導一些 中國官方的笑雜頭而已 不是笑他 覺得這個人相當暴力 而且對付人權的侵犯 是不容全世界忽視 希望大家這件事 不要肆虐等下 我也知道新疆的主席 又在做掩眼法 開啟歐洲洗白之旅 歐洲的議員和活動人士 促請英國和歐盟取消會見 事源被美國製造的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 套尼亞茲被曝光 近期訪問 英國和歐盟外交部門 激起了一些歐洲議會議員 和維吾爾活動人士的抵制 他們認為英國和歐盟 不應該為中共洗白 提供外交的舞台 而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al 報導說 英國官員不顧聯合國 新疆人權報告的調查結果 計劃會見受美國制裁的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 套尼亞茲 這個共產黨的走狗 因為通常新疆的黨委 就是由漢人去做 由維吾爾人去做主席 這些全部都是維奸 這個情況抵達倫敦 將會下個星期抵達倫敦 很多人就說 No! Say no to them 不可以讓他有舞台聊天 隨後在2月29日和21日 期間前往布魯塞爾 他將會尋求和歐盟外交官員 報門去會面 歐盟發言人Pieter Starno 週四證實了 套尼亞茲將會前往布魯塞爾的消息 他表示 中國駐歐盟代表團 告知 歐洲對外行動處 由套尼亞茲帶領的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一個代表團 在2月訪問布魯塞爾 這個會面 這個計劃引發了 歐洲議會和海外維吾爾人 對活動組織的強烈批評和抵制 歐洲議會議員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共同主席 Reinhard Bieterfogel 和萊克斯曼 Miriam Nexman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雖然和中國的接觸 在總體上仍然是必要的 但我們靠一些質疑 與親自參與 迫害維吾爾人的官員 正式會誤是否明治 質疑這件事 套尼亞茲對當地系統性的鎮壓 符有責任 相當於危害人類罪 與其接觸會發出錯誤的訊號 這一點相當重要 維免爾人權項目UHRP呼籲英國政府取消會見計劃 組織執行主任卡納特 Omer-Karnatt表示 允許暴行的直接肇事者 踏上英國領土 並為中國政府的罪行辯護 不會對任何人帶來好處 世維會發言人迪里亞哈提亦表示 中國政府想利用這些方式洗白 他種族滅絕的罪行 而英國和歐盟如果和套尼亞茲見面 就會為中國政府提供了這樣的舞台 也都漠視了 維吾爾人正在遭受的苦難 這種漂白是絕對不得人心的 根據馬格尼茨基人權法案 應該對他問責 他呼籲英國能夠和海外維吾爾人領袖 多利昆、埃莎、多昆、埃莎去會面 以向中國表達清晰的立場 如果英國政府認為 在二十一世紀 不應該存在種族滅絕的話 那就應該拒絕 中國派出套尼亞茲 應該利用法律措施 對他做司法的追責 公開邀請海外的維吾爾領袖 多利昆、埃莎先生見面 這樣才會 向中國釋放更多明確的訊息 目前在英國曾經揭露 中共核武試驗的 為新疆帶來當地災難性後果的 維吾爾師生安華託帝 亦表示 早在2021年前年的12月 英國的維吾爾特別法庭裁定 中國政府有種族滅絕罪 如果邀請罪犯見面 是對維吾爾和人權活動人士的一個大的羞辱 以及恥辱的侮辱 英國甚至還組織了世界上首次的遺族法庭 判定中國政府已犯有種族滅絕罪 在這樣的耀眼旗子之下 英國政府將一些被判有罪的人邀請到這個地方 是對人權社會和遺族人和全人類的一種侮辱 英國作家馬見也斥責這件事 不可能用維吾爾人做籌碼 換得跟中國交往是好機會的 這件事是看得到 英國政府有很多的一些曖昧的情況下 如果今時今日這個政府 能夠叫做蘇納克 或者香港人叫做新衛城 去做這個首相 如果這個英國政府仍然邀請 或准許這個 這個這樣的新疆主席 去訪問英國的話 根本上是自己刮自己的一包 這個就是一個士金石 究竟他是以這個作為一個籌碼 換取跟中國交好的再交好的機會 或者他是想真的決斥 拒絕這些邪惡的人來到這個地方 OK 你有兩個選擇 我不是說不讓你選擇 有得選擇你就是老闆 要不你就不讓他來 要不你就讓他來 要不你就讓他來 抓他 羞辱他 審判他 囚禁他 這個就對 你兩樣都不做的話 你就讓他來 我說 英國你為了錢 還可以去到多盡 不知所為 第三個選擇 可以放他走 但你的消息就是 套尼雅茲 已經透露了很多新疆秘密的消息給大家 然後展開了秘密 英國找美國掌握秘密 就探出來 就說套尼雅茲說的 放他回中國 也行 三招 一招是 軍事 真軍事 拒絕他進來 第二招都是真軍事 的真小人 拒絕他 第三招 就是偽軍事 就是 騙大家 就是他透露的 三招 三招 可以讓你選擇 如果你都不用的話 那就不能選擇 好了 先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講其他議題